今天的军情观察之谈兵论战,您将会听到美军B-52战略轰炸机,在此来到南海进行所谓的训练活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被完全收复。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军事评论员分别是,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汉平教授,和特约评论员袁周富教授,他们将为您就以下问题进行详细解读。 请戳顶部音频收听,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汉平教授特约评论员,袁周富教授军行官,查节目主持人施宁美军B-52H轰炸机来到南海活动,专门跟踪全球飞机动向的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近日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两架B-52H战略轰炸机日前是从关岛安德三空军基地起飞,直飞南海执行所谓的训练任务,两架KC-135R加油机陪伴B-52战略轰炸机,一起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这是时隔一个月之后,美军再次派出B-52H轰炸机来到南海活动,5月18号的时候,中国空军公开了轰-6K战略轰炸机,在南海岛礁机场成功起降的消息,并发布了相关照片和视频。 然而就在这个消息发布后没几天,美军的B-52战略轰炸机就来到了南海空域,进行所谓的训练任务,美军的训练和轰-6K在南海岛礁的起降的消息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陈汉平教授,这次美军B-52轰炸机有一个任务,美国军方把它称为叫持续轰炸机存在任务,所为持续轰炸机存在任务,是从英语里头翻译过来,就是轰炸机要持续在这一地区存在它的任务和它的价值战略。 这个任务是从2004年3月开始,一直在进行,这个任务,英文简称叫CBP,持续性的轰炸机存在任务,就是要把轰炸机的存在任务要持续下去。 美军轰炸机B-52轰炸机在上个月4月22号左右从关岛出发,前往南海,当时飞行线路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然后飞抵南海附近,接着又飞往冲绳附近,和美国空军的F-15C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最后返回关岛,由此看出它是一个例行性的。 根据任务性质,要持续轰炸机存在任务,根据这个任务来进行的,恰好和轰6K在南海岛礁起飞起降,在时间上有众和,因此很多人可能认为,这跟轰6K在南海岛礁的起降有关系。 此言论是由台湾媒体大肆渲染,渲染的目的大家很清楚,要拿美军来给它撑腰,认为美军方面在回应解放军轰6K绕着台湾岛飞行训练, 是给台湾撑腰,由于这是美军例行性的训练,同时又是台湾媒体所渲染,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和轰6K在南海的起降没有任何关系,最多只是时间上的重合。 美军过去派B1B轰炸机飞越南海是经常性动作,最近来的却都是B52了,其实驻扎在关岛安德分空军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南海也是他们的预定战区。 美军这样不断派不同的战略轰炸机飞到南海是为了训练什么呢?又可以熟悉当地的哪些情况呢? 原州副教授,美军的B1B、B52都不止一次到中国的南海进行所谓的训练,美国到和它相距甚远的中国南海,让它的战略轰炸机究竟完成哪些训练任务? 从美方历来的军事行动来看,无论是B1B还是B52,到南海大体上主要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通过战略轰炸机的渊成战略机动能力的训练,来实施战略威射。 B52这次到中国的南海来和轰6K在南海的起降有一定的关联,作为一款战略轰炸机飞到哪里,美国的军威就会在哪里体现? 威慑的意味也不言自明,因此美国出动B52到南海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通过训练其远程战略机动能力来对中国实施一种战略威慑。 第二,就是通过空中加油的训练,来增强B52的远程机动能力,和B52一起来的还有两架空中加油机。 B52它具有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点,作战半径在没有加油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1.6万公里,作战半径超过7000公里,经过空中加油,它还可以飞得更远,作战半径更大。 这次B52从关岛起飞,到中国南海,实际上关岛到中国南海的距离,不过三四千公里,根本不用空中加油,和空中加油机协同训练,显然是为了显示美国人超强的空中远程作战能力。 第三,是训练对陆攻击的战法。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这次两架B52H执行的,是持续轰炸存在任务,重点就是仰恋对南海岛礁的攻击和轰炸训练,到南海来,又在南海踩点,选择一条攻击路线的目的。 美国是要核实一下,一旦南海有事,B52对南海岛礁,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战法,做一些相对的适应性训练,由此看出美国的B52到南海,就是要摸清南海的战场环境,熟悉一下它进入南海的攻击路线,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和威慑。 叙利亚政府军彻底控制了大马仕格市和大马仕格郊区,叙利亚政府军总司令部近日发布声明,在彻底消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仕格周围的恐怖主义武装后,叙利亚政府军彻底控制了大马仕格市和大马仕格郊区,这是叙利亚首都自2011年以来首次获得全面解放,目前叙军突击部队仍在继续,对房屋和隧道进行检查。 搜索可能隐藏的自杀式袭击者和狙击手,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各个地区和省份,是被各种武装势力所瓜分,最初政府军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为什么连首都周边区域,都被反政府武装所瓜分,这样的情况能够一直持续到现在才得以解决呢? 袁州副教授,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整个叙利亚在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的支持下,形成了政府军,反对派,极端组织等多派武装抢占山头的局面。 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是全国状况的一个缩影。 叙利亚政府军指战,距了大马士革中心区域的部分地区,在大马士革周边同样活跃的包括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阵线等反对派武装,以及IS等极端组织,反对派武装频频地对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政府军进行武装袭击。 大马士革也由此陷入了长达七年的战乱之中,遭到严重的破坏,之所以在内战一时,大马士革就形成这样局面。 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样也是叙利亚阿拉伯之春爆发的策源地,叙利亚反对派由街头游行发展到武装暴动,最初也是从大马士革开始, 内战爆发之前,不少反对派武装,已经渗透到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所以内战一旦打起来,他们就在大马士革周围驻扎下来。 第二,政府军的力量薄弱,内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无力清剿大马士革周边的反政府武装,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反政府武装频频得手,政府军也损失惨重。 后来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才缓过劲,占据战场主动,一开始局势是比较被动的。 第三,政府军内部大量的逊尼派军人便捷,导致大马士革周边的一些城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的据点。 东古塔在2011年9月由于驻售在东古塔的叙利亚政府军内部的逊尼派军人倒戈,使得东古塔成为反对派武装插入大马士革的一把尖刀,成为了反对派聚集的一个重要据点。 除了反对派武装,这里还聚集了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 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大马士革周边形成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聚集的状况,直到现在才被政府军解决。 叙利亚政府军收复首都周边地区的各个非地,是不是意味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所面临的最严重安全威胁已经解除?叙利亚内战的凹战阶段是不是也同时结束了呢? 陈汉平教授,首先要肯定叙利亚最艰苦的凹战并没有结束,但可以肯定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四周安全威胁已经消除了。 最近一个月以来,叙利亚先后解放了东谷塔、霍姆斯北部地区哈马,以及大马士革郊区的一些南大马士革部分地区,政府军地盘彻底的连成了一片,意味着叙利亚政府军,它有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可以从几个方面可以来分析。 首先,在世界上对政府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叙利亚这个国家和人民来说,也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尽管这个环境是相对安全的,毕竟叙利亚依然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 第二,从世界上来说,对整个政府军和人民,它是一种鼓舞,意味着政府军有能力来控制这个国家。 第二,在军事战略上来说,在过路上,一辆车行驶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钉子,现在把这些钉子都拔除了,避免了未来被反对派武装。 第二,这个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方向首都围攻,避免了这样一个困局,现在把这些钉子一一的拔除。 在军事战略上来说,等于把隐患给消除。 第三,从力量对比上来说,目前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了整个国土的,有的说75%,有的说更多。 但不管怎么说,在力量对比上来说,目前政府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来打压仍然被反对派武装所控制的一些区域。 目前对叙利亚政府军来说,局势是比较喜人的,也是比较乐观的,但是敖战并不意味着马上就结束。 一些其他方面的战役,下一步有可能打起,又发拉底河以东的一些城镇,还在反对派武装的手里,未来还不能说轻松。 虽然现在已经控制了四大城市,但零零星星的小镇边缘的小镇,依然在反对派武装的手里,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